Hello,大家好,我是DonDon,欢迎大家来到Woolery Hong Kong 今集想和大家比较一下温哥华和多伦多哪里更加适合居住 首先我们在住屋楼价方面去分析 在多伦多的话,Downtown的condo是加拿大第二季的地区 大概是1083一尺 而在温哥华那边,他们的Downtowncondo也是整个加拿大最贵的地区 就是$1192一尺 而在温哥华的West Side和North Vancouver,都在加拿大现时比较贵 总括而言,温哥华的楼价一直都被标榜为加拿大的很贵的楼价 而在多伦多这边,那些楼价都持续升 相比之下,温哥华也会再贵过多伦多一点 除了温哥华和多伦多之外,也有其他的地区是有便宜的选择 留言给我给我知道你想了解哪个地区 那我们就会再出片跟大家分析了 之后就跟大家讲一下物价方面 首先我们就在税务方面开始讲起 多伦多是收同一征税的 你每一样买的都要给13%的税 而在温哥华那边它是有分联邦税和省税 联邦税就是5%而省税就是7% 有某部分的商品甚至可以免却省税 就是用5%的税就已经可以买到那样商品了 所以总括而言温哥华在这方面是更胜于多伦多 而在买菜和外出用餐方面 其实两者都差不多 因为其实这边买菜很多时候都不会太贵 如果去超市市场买 而出街吃饭就会相对贵一些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可以去看我们之前的一条片 又讲到每个月的费用大概是要多少 在交通方面多伦多的油价是相对便宜一些的 在近几个月 而温哥华那边的油价是贵一些 在多伦多方面你搭车的话大概是三个二一层 而在温哥华就是断每一区计 之后就讲一讲工作机会和身金方面 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会想知道 因为来到始终要找工作 重新开始生活 那我们就由多伦多开始讲 其实多伦多就是加拿大金融中心来的 它的工作机会是很多 它都近美国的纽约和芝加哥 它是两地的合作往来是挺紧密的 在多伦多这边最低的工资是14.3毫半一个小时 大部分的工作都是断时薪计的 首先大家一起看看这个在奥特利尔 现在需求最大而且在叶门的职业种类 其实大家都看到平均的人工是挺不错的 而且这些都是市场上一直很缺的职业 之后我们就讲讲温哥华那边 其实温哥华之前相对没有那么多工作机会 因为它始终是一个比较休闲的城市 但它近年来大力发展它的科技 也吸引了不少大公司进驻 它现在的机会就越来越多了 因为有大公司进驻了之后 它那边的最低工资是15.21小时 就高过多伦多一点点 这里我们又同样看看 在BC省的九个需求大和热门的职业 之后就讲讲在社区群方面 多伦多最大的华人聚集地就是在马克兰那边 在马克兰那边主要的语言 其实你讲中文都会好好地沟通到 应该就不会有很大困难 但在市中心或者其他的地区 英文依然都是它最主要的语言 不同的地区有很多不同的人种 比如这里会有一个叫做Korea Town 然后可能有Little Italy 所以其实英文都依然是他们的最大语言 同时在印度、台湾、韩国等等的新移民也很多 而在温哥亚那边,Richmond就是华人的聚集地 其实温哥亚和多伦多相比 温哥亚的华人圈子是更加大的 温哥亚也是全加拿大华人人口最密集的地区 在很多地方除了在Richmond之外 也会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看到有一些中文日牌、中文广告 华人圈子是非常大的 所以如果大家来到是有一些心理压力 觉得自己英文不好的话 其实温哥亚是一个十分值得考虑的地方 他的工作机会也很多 因为华人圈子大 你想找华人圈的工作区域 也很方便 很容易找到 然后就讲讲环境和气候方面 多伦多的气候是香港人比较难适应的 因为这里的四季很分明 冬天的时候可以去到零下20度、30度 真的天气跟香港是差很远 也十分干燥 而且经常下雪 甚至乎是暴风雪 在很干燥的时候大家要查很多东西 跟香港差很远 因为香港的冬天不会那么干 甚至乎是濕 会是濕冬 而在多伦多的夏天 热起来可以去到30多度 当然也有一些气候舒适的时间 但对于香港人来说 可以说是一件挺难适应的事情 多伦多这边没有山 而且也没有海 因为最近只有一个湖 就是Alacontario 如果要去海的话 其实开车在这里 几个小时才可以去到最近的海边 如果喜欢大自然的话 可能多伦多就不太适合了 而在温哥华那边 温哥华是春暖夏凉的 天气是好很多的 冬天最冷的时候 其实都是零下几度左右 而且不会太干 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二十几到三十度 那里的气候很好 十分之适合居住 去旅行 其实都很多人推介过 温哥华是一个很舒服 近海边的一个城市 温哥华那边的天然环境都是很漂亮 很出名的 那里有很多不同的山 又近海 就会有很多不同的自然风光 所以其实总括而言 多伦多和温哥华都各有好和不好 如果希望有多点的工作机会 趁着年轻过来拼搏一下 多伦多是非常之不错的选择 但如果你是相对年纪大一点 想过得舒服一点 对于工作上没有那么大的追求的话 温哥华都非常之不错的 因为那里的天气很好 冬天夏天都可以出去玩 整家人去那边逛山 都是一个非常之不错的选择 如果大家觉得这条片帮到手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去like我们的Facebook page 就是这样 下次再见 拜拜